你如果现在看到柯文哲过去 关于所谓的世代的冲突 阶级对立 你会觉得无比的讽刺 这一讲柯文哲在2023年12月25号 也就是要选总统的这个前夕 他讲台湾现在已经是贫富世袭 穷人的孩子还是穷 有钱的孩子还是有钱 你会不会成功 跟你有没有努力没有关系 跟你的爸爸是谁比较有关系 这跟我们当年是非常不一样的 我们成长在国民党威权时期 看着党外变成民进党 看着民进党变成另外一个国民党 结果现在你比这两党更夸张 是 而且宝洁哥你要看 他写的日期是2023年12月25号 也就是在去年的 去年的还在选举的时候 在这个时间点你知道他在干嘛吗 还在跟小草募款 募款 还在跟小草募款 所以我会觉得 今天让人家为什么觉得 柯文哲会活成十年前 他自己最讨厌的样子 某一种程度上 对小草来讲 对他支持的人来讲 这是非常深的一种背叛 而且这个会让人家觉得很难过 因为你知道这些年轻人 他们是把自己的未来放在你身上 他们希望客问着你的出来 可以让我们年轻人 真的可以靠我们自己的能力 买得起房子 真的可以靠我们自己 不用管我们爸爸妈妈是谁 我们可以在这个社会 可以有个立足之力 他们是基于这样子的想法 把钱捐给你 我自己可能一个月之后 我赚三万多块 可是我愿意给你一千 给你两千 结果这些所有钱 变成你买给你儿子的一个基金 买房子给他 你买一点二亿的这个房子 要给他的时候 你没有想到 里面是多少小草 他们是血汗钱 而且我要跟你讲 最荒谬的一件事情是 还记得我们笑很久的 716的那场游行吗 之前很多的柯PTV里面 去访问 因为这一场的主题叫做 就是那个 居住这一 他们去访问很多的小草 他们讲什么 他们真的讲说 这个200瓶一瓶我真的买不起 我们希望柯文哲出来 可以帮我们争取 只有柯文哲可以解决这件事 只有柯文哲出来 可以帮我们年轻人买到一个家 只有柯文哲出来 可以解决这种高房价的问题 只有柯文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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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他们现在发现 真的只有柯文哲 只有柯文哲可以拿到1.2亿元 去用现金的方式来买豪宅 给他的儿子 所以你要知道 对于这些小草来讲 他们在716这一场 真的是响应你去站上街头的 结果你把他们踩在脚底下 一步一步 然后去迈向买地宝 或是买那个原力豪宅之路 我觉得让人家非常讽刺 这一件事情是 当你在啃食这些小草的 血汗钱的时候 你都不知道 其实他们是仰望着你 希望你可以站出来 改变他们的世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